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发布了一张图片 图片上是灰熊球星小杰克逊提早续约的图片 球迷人以为普尔是不是在暗示管理层 让他们尽早提供一份续约合同 NBA球员们都是现实的 他们努力打球努力训练本质上是位大合同 尤其是对普尔这种球员来说 普尔不像库里等巨星一样天赋一别 能在球队获得极高的关注度 大合同也不会主动送上门来 要想拿到大合同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争取 通过季前赛的一系列表现 球迷们都比较看好普尔拿到续约合同 问题是金额的多少 那么勇士会不会给普尔开出一份额度客观的续约合同呢 我们先来看看普尔过去两个赛季的表现 普尔进入NBA后打得一年比一年好 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进入NBA的第一个赛季 普尔场均得分不到9分 而且进攻效率低下 真实命中率非常平庸 到了上个赛季 普尔的得分已经达到12分 他的出场时间甚至不如新秀赛季多 效率和产量都提升了一个层次 普尔是一个非常热衷于训练的球员 他总会在训练馆打磨自己 和库里搭档这段时间 普尔在库里身上学到了很多 我们发现普尔的无球跑动越来越有灵性 截球后的三分也越来越稳定 持球三分也有了库里的一些神韵 截球后的摆脱 持球后的突破 以及后撤不及停 这样的高难度射数普尔信手拈来 一个二年级新秀 在19分钟的出场时间内能得到12分 这样的进攻效率可绝非平庸 是相当优秀的级别 看到普尔这样的表现 勇士的确有理由给他一份合同 季前赛普尔得到20分以上的数据 更能证明他的能力 汤普森因为伤病还没有明确地付出时间 下赛季初期普尔 很有可能变成球队的首发得分后卫 他或许能分担库里身上的一部分压力 普尔除了进攻端表现出色 其他方面也有一些提升的趋势 例如组织 普尔刚进入NBA是完全没有组织能力 他的定位就是投手 无法处理球 但是普尔这几场季前赛值球比例增多 也可以主动为队友传球 他的大局观变优秀了不少 防守方面普尔有很明显的提升空间 和汤普森比起来 普尔的防守差不少 虽说防守不会影响普尔现在的球队地位 但是想得到更大的合同 普尔必须要提升自己的防守 勇士对于防守要求很高 球队经常要打无限换防 普尔在换防前锋和内线时基本没有优势 而且他在防守端很容易上当受骗 过于喜欢起跳干扰 到最后是失去了自己的防守位置 给进攻球员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时期有机会得分 总之 普尔是勇士未来的重点培养球员 勇士给他续约合同和情合力 但普尔有两个问题需要面对 其一 勇士目前的薪资空间基本被堵死 勇士是下赛季NBA奢侈税最多的球队 库里汤普森格林三人就瓜分了球队大部分的薪资合同 勇士就算是想给普尔续约合同恐怕也很难 因为薪资不够用 其二 普尔虽说在季前赛打出了优秀表现 但这毕竟是季前赛 样本数不是很多 如果下个赛季普尔能真正打出稳定的进攻数据 并且效率不差 等到这个时候 勇士才会真正考虑给普尔一份续约合同 以普尔目前的能力 他拿到一份 年薪1500到2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问题不大 毕竟勇士如果在自由市场上寻找普尔的替代者 难度会不小 普尔是勇士自家培养出来的球员 熟知勇士体系 进攻能力又不差 续约他合情合理 只是 普尔不可能像小杰克逊这样的球员 得到一份顶心续约合同 毕竟双方的起点不一样 勇士的薪资空间也不允许 如果说新赛季季前赛截至目前 表现最亮眼的球星是谁 那么无疑就是勇士队的乔丹普尔了 在前三场季前赛中 普尔分别砍下30分 17分 28分 场均得分来到25分 投篮命中率52%不说 并且三分命中率是惊人的43.8% 普尔的出色表现 也让球迷将他合库里并称为茶水兄弟 踢步膝上的汤普森也是瑟瑟发抖 难道他也要拨通大位 里的电话了吗 普尔无疑是用勇士管理层用时间和出手权 耐心培养出来的最佳代表 别看如今的普尔履履贡献超神表现 被称为查乔丹和查神 但是在他新秀第一个赛季 那可是快被勇士球迷给喷惨了 乔丹普尔是勇士队在2019年 用首轮第28顺位选中的新秀 别看是首轮秀 但其实在各大媒体的模拟选秀顺位中 普尔其实并排不到首轮 而是在次轮第58名左右 可以说当年勇士选中普尔 就已经饱受球迷的质疑 认为普尔根本不止首轮这个欠位 新秀赛季的普尔 也的确印证了球迷们的猜想 生涯首个赛季 普尔的场均得分 只有8.8分 2.1篮板 2.4主攻 以三分为最大卖点的普尔 三分命中率甚至只有27.9% 不到三成 投篮命中率更是只有33.3% 可以说是一个外线天坑 这样的表现 也让普尔没一场糟糕的比赛后 都有球迷狂喷他 假之那个赛季勇士占底不佳 普尔更是成为球迷调侃的一点 在重压之下 新秀赛季的普尔更是不敢出手 大学时期的灵性也不见了 甚至在某些场次 即便是空位也犹豫是否要出手 得分更是经常各位说 但是看到普尔这种状态 勇士教练组和管理层并没有放弃他 反而继续给他稳定的出场时间 即便是这样的状态 普尔在生涯第一年 依然有着场均22.4分钟的上场时间 各位给足了机会 而看到普尔可能会逐渐失去自信 勇士管理层便大手一挥 将他放到发展联盟进行试验 并且规定普尔必须成为勇士 发展联盟的绝对核心 一切战术围绕他进行 于是发展联盟中的乔丹 普尔开始大开杀戒 而这次下放 仿佛打开了普尔的任多二脉 在练级归来之后 普尔开启了个人秀 在赛季末期评砍高分 甚至一场对阵醍醐的比赛中 普尔更是砍下NBA生涯新高的38分 从被人吐槽的茶饼 直接进化为茶乔丹 为了不愧对勇士管理层的信任 普尔自己也是十分的争气 休赛其当其他球星各种吃喝玩乐的同时 普尔却闷声训练 据说他的社交媒体也是很少更新 即便更新也是自己的训练视频 一到常规赛开始就会关闭社交媒体 有这样的状态 真的很难不成功 虽然本赛季常规赛还未开始 但是已经可以预测到普尔今年的状态 汤神归来前 场均砍下二十分可以说丝毫没有问题 新赛季勇士的茶水组合 也十分让人期待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订阅 我是砍球眼 咱们下期再见